欢迎收看穷悠指南之酒店盲盒开箱 这个系列又好久没有拍了 今天住的这个酒店是比较特殊 所以我给大家再拍一期这个酒店开箱 大家可以看我现在刚洗完澡 我现在准备这个视频开始之前 我们先去吃个饭 回来再给大家介绍这个酒店 火炒肉蛋炒粉 好 银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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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长沙的 银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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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8点15了 看一看这个满大街的人 但是这期视频我们是酒店盲盒开箱 可不是那个旅行直播 我为什么这个视频的开头要在房间里面开 就是我怕等会走到这个街上真的是太嘈杂了 你听不清我讲什么 今天的这期酒店盲盒开箱给大家看的一个是 在这个湖南长沙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处的环境 可以看一看它这个地理位置是有多好 它这个地理位置呢就在我们这个湖南长沙的这个 非常非常重点的区域就是我们五一广场这边附近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叫和平老街 在和平老街这个商圈里面 等会呢我们往前走大概几十米 然后左转就可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酒店了 先给大家这期视频呢 开头就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交通位置啊 交通就不用讲了啊 五一广场是长叉的这个旅游游玩的中心了 很多人都会来这里吃的更不用讲了 这里到处都是吃的 今天呢主要就给大家看这个房间啊 这个房间是我住过 住过有史以来 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房间 因为之前住的酒店都是正常的 要么就是民宿 要么就是酒店 今天这个呢有点像 等会大家进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酒店的位置比较好 但是唯一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它比较难找 因为它这个外面没有很明显的标识 而且又处在这种就是比较 人流量比较大 然后这个周围的环境又比较复杂 所以这个它的这个地点很难找 我今天就没找到 我是打电话给它 给那个他们的老板 然后才找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啊 它这个酒店的名字呢 它是叫池上电竞酒店 它是以这个电竞酒店来做这个宣传的 但是等会进去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的这种形式 可能更会更像那种什么 网吧 包箱那种形式 它这里只有一个牌子 没有指示要往哪走 它是要从这里上去 那从这里上去找到这里 有一个叫奔萝卜 牛羊菜的一个饭店 这个口 上到二楼去 这个不是很好找 但是也没有明显的标识 我们从这个奔萝卜 牛羊菜馆 这里上二楼 有一个很小的电梯 很小的电梯上去 这里呢 右侧是一个湖南比较有名的一个餐厅 大家可以看看这边排队 我都感到非常的诧异 从今天我中午来 12点一直排到现在 一直都是人满为患 这个叫什么奔萝卜 牛羊菜的菜馆 简直是颠覆了我的 对这个饭店的认知啊 现在已经好一点 现在已经 因为现在已经快九点了 所以这边的人比较少一点 今天中午 下午三四点 这边到处都是人 这就是我今天住的这个电竞酒店 我先进来看一下它的环境 看一下它的整体的环境就是这种 它是这种一个一个的小房间 就是这种 先不给大家看我的房间 先给大家看看它的公共区域 这个就是公共区域 每个房间都有房间号 而且每个房间都是这种密码锁 对 它这个主要是 为什么要给大家先看这个大环境 是因为它这个卫生间是公共的 包括这个浴室 卫生间是公共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边是浴室跟卫生间 这里也可以洗衣服 是不收费的 跟我们住的那种亲女的模式 是有点像的 等会给大家看这个房间 为什么说它 跟这个酒店的模式不是很像 有点像网吧的模式 等会大家看一下房间就明白 OK 这是我今天住的房间 702 我先打开一下我的这个房间 好 OK 我们进到房间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的房间 很小很小的一个房间 它这个房间 为什么说它不像酒店 我先把我的东西放在这里 就是因为你看它这个房间很小 就一张单人床很窄的单人床 它应该是 这是多少的 可能是一米乘一米五的吧 不对 一米乘一米八的好像是 然后它这个是主要是以这个电竞酒店主体嘛 然后这里会有这个电脑可以玩游戏啊 很小很小 这个房间 它就更像是这个什么 更像是一个网吧的一个包厢的形式 这种 虽然说它是酒店吧 但是我感觉它的形式更像是这种网吧包厢啊 这有点像那种什么 就是日本的那种网吧的那种形式 我没有去过日本 但是我在网上看过很多的这个日本的这个网吧文化 就是这种包厢的这种 可以在里边过夜啊 它这个呢 其实在这边的话是以一个酒店的形式来 来这个做的 但是它更像是一个这种我妈的包厢一样 我今天订的这个呢是一个单人间 单人间啊 我看它那边好像是会有这个双人就上下铺的那种 还有它的价格呢 我今天订这个房间大家去看看 就是大概可能就几瓶 然后一张床 一台电脑 一个这个小沙发啊 但是它基本上该有的都有 这个晾衣的 然后包括这个空调什么的 新风都是有的 它这个价格我今天订的这个是108 但是它是有活动的 就是每团团购80多块钱就可以订 但是80多块钱好像今天是用不了的 只能星期二到星期五用 它这个团购价80多还是挺合适的 我觉得因为 在这个地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点是五一广场 这边整个周圈的酒店的话 最便宜的可能也要一百好几 所以它这个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它又不像那个什么轻缕什么的 它的价格比较适中啊 它的环境呢 又比轻缕要好一些 因为它是可以做独立的空间嘛 是这种独立的空间的 而且还有电脑可以玩 它的电脑配置呢 也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是一个人住 这是完全足够的 这个空间还是比较 比较OK的 比较充裕的 它那边如果是两人间的话 可能要比这个要大 但是它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没有窗户的 看没有 这边几乎是都没有窗户的 我今天路过看有几间开的门 也是没有窗户的 那相对于我这种 就是稍微有一点这种 密闭空间优据症的这种人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难受 但是好在是这里有这个 电脑可以分散一下你的注意力 就是你可以玩 如果是网瘾少年的话 这真的是合适啊 来长沙这边呢 定这个地方还是比较OK的 这个还有一点不好的 就是这个 这个床太硬了 有点硬了 它我不知道它这个 它这个床垫是比较硬的床垫 像我现在已经感觉就是 不太能睡这种硬版床了 睡的我会很难受 但其他的都还好 其他还好 它这个都是实体墙 实体墙 这边可能 这边也是实体墙 稍微有点乱 因为我今天住进来之后 我东西比较多都拿出来了 等会因为 要出去拍点视频什么的 来长沙这边玩的话 如果你想省一点 不住轻旅 又想住这种就是 密闭空间 私人空间比较好一点的地方呢 那这个地方挺合适的 而且可以玩玩电脑 看看电影什么的 如果你这两个人的话 就是这种上下铺 两个床的那种 感觉会更好一些啊 可能要比这个空间要大一些 好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